大家好我是龍崩 本部片來分享一下Monster Hunter Now 萬聖節秋季採南瓜相關的活動 那針對活動公告以及還有輕武槍玩家的事前準備注意事項 這邊快速來做說明 那首先活動期間的話會得到這個捷克南瓜頭相關的道具 以及還有從10月28開始 將會有這個攜帶南瓜石的騷鳥的限定活動 那活動日期的話其實是有分兩個 首先是第一個前置的這個限時活動任務 10月25早上9點開始 那將會推出這個萬聖節秋季採南瓜的活動 採集的任務以及還有完成討伐大型魔物等等的 可以獲得製作以及還有強化捷克南瓜頭所需的限定券 那這個是第一個 以及還有第二個重點 10月28之後會有萬聖節勳章獲取任務 那這個話就是成就的獵人勳章 完成了之後就會獲得 那以及還有這個 禮拜六早上9點 騷鳥會變成攜帶南瓜石的模樣 出現的頻率會比品嘗更高 並且完成狩獵南瓜石的騷鳥可以獲得南瓜卷 那這個就是活動的兌換道具 以及還有這個活動限定的道具 捷克南瓜頭 裝備技能這個團結力是越多夥伴裝備相關的南瓜頭 攻擊力就會上升 活動期間效果可以增加至5倍 所以到時候可以來看一下他這個增傷的效果到底怎麼樣 我真的覺得這個還蠻猛的 這個是希望大家一起組隊嗎 這個到時候來看一下 然後再來還有限時的組合包 組合包的話呢有分遊戲內的商店 以及還有線上的商店 就是目前的話是有這兩個 那線上商店就是必須要在官網中購買的啦 然後再來相關的注意事項 玩家們是必須要達到任何11以上 才可以參加相關的活動 然後再來活動日期的話呢是到10月31晚上11點為止 其他以上的話這個注意事項這邊都已經有寫了 這邊就不再贅述 然後針對輕弩槍的玩家如果攻略燒鳥 假設他的屬性真的是沒有變的話 水散弩弩其實他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除了這個近距離傷害非常高之外呢 如果你是用榴彈打頭的話 一樣是有機會他是可以暈的到燒鳥 差不多就是4-8以上打頭之後那個燒鳥可能就真的會暈在原地 那這個的話都是可以試試看的 那我自己目前水散弹弩是7階5等 那到時候看狀況要不要升到8階 因為其實真的武器晶電素材是有限的 那我還是比較好奇 這個團結力的增傷效果是不是非常的強 如果真的很強的話呢 那其實水弩先放在這個7階5等 其實活動應該也是可以打的 好啦那到時候再來更新相關的活動影片 那小小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PonBone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